請問自慰用飛機杯 還是用手比較好? 我沒有陰莖 我沒有辦法用陰莖自慰 我無法告訴你 用那個飛機杯會比較舒服 還是用手會比較舒服 其實用飛機杯跟用手都可以 它都是一個自慰的用具 重點是你怎麼使用它 你用手也可以啊 飛機杯也可以啊 那飛機杯如果你覺得 比較省事的話你就用飛機杯 那如果你不喜歡用飛機杯 你就用手就好啦 但是我想要提醒一點 飛機杯 因為有的飛機杯會越坐越緊 我不太建議 這是我個人立場 我不太建議去買太緊的飛機杯 因為當你一旦習慣 這麼這麼緊度的飛機杯 你自慰 就是用這麼緊的那個飛機杯自慰之後 有可能你跟現實生活中的女人 做愛的時候 會變得射不出來 會變得射不出來 因為真實生活中的女人 沒有這麼緊 不見得每個女人都這麼緊 所以你必須要考量到這個問題 不要一味的求爽 就去買很緊的飛機杯 或者是因為商人有他的立場 我也不能說他錯 他有他的立場 他想要賣讓男生爽的東西 那也OK 但是我只是告訴你 這個東西有可能會導致 你以後跟真人 因為真人就沒有這麼緊啊 那你要怎麼辦 那就會變射不出來啊 所以過有不及都不好 你用手也是一樣的 你手要這樣子 或者是抓緊一點 而且這個都是你們自己可以控制的啊 所以其實用飛機杯 用手哪個比較好 我沒有答案 你舒服 哪個舒服 你哪個爽 哪個好 但是重點是 請你們用之前 飛機杯洗乾淨 手洗乾淨 降低感染 用完之後 也要洗手 然後飛機杯也記得要清潔 不然很噁心耶 懂嗎 預防感染 只有讓自己的陰莖健康 你才有辦法一直有健康的性 那個性不管是 你跟你自己做愛 就是手 或者是不一定是手啦 跟飛機杯也是跟自己做愛 或者是你跟你的女伴 都是一樣的 過有不及都不好 選擇你自己喜歡的就好了 不要再問我一天幾次 我沒有陰莖 我沒有辦法告訴你 我一天幾次 我是女人 應該看得出來吧 今天的髮型 看得出來是女生吧 我沒有陰莖 我再澄清一次 我沒有陰莖 好